哈喽大家好,我是立民 一个专注于分享干货的博主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转运平台 可以让你免费获得一些国外的地址 你可以用来收件 可以用来收取银行卡 优卡或者是海淘等等 还可以转运WISE卡 当然还有更多等理开发 这是德国的平台 海外转运地址还有什么用途呢? 可以注册账户与验证 这个大家用过的都知道 支付平台的验证 银行开户等等 还可以接收国际包裹 通过转运地址 用户可以接收来自海外的商品 然后将其转运到国内 如果你喜欢海淘 这非常重要 国际包裹的转运 转运地址不仅用于接收包裹 还将包裹转运到国内 简化了国际物流的流程 身为中国人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地址 是很难收到国际上发来的频邮的 但偏偏一些银行或者是邮卡 都是发的频邮 为了收取到这些卡 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些转运平台 我今天只介绍这一种 当然 以后还会介绍别的 这是我的电报群 大家可以敬一下 这个是我的电报官方订阅频道 大家也可以订阅一下 一些通知 还有一些福利 都会在这里第一时间发出来 群里边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为什么这是只介绍这一个转运平台呢 那是因为我只用了这一个转运平台 订阅我频道时间久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推荐的都是我用过的 我没有用过的我是不会推荐给大家的 很慎重我是筛选之后 经过使用之后再推荐给大家的 我会把它这些有点跟缺点都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一下这是这是我 转运回来的一些卡片 这两个是德国的 这个是Canbase的 这个是Bybit的 这两个银行卡都可以直接消费加密货币 我们称之为EU卡 这一个是Trading212的卡片 这个是West的卡片 这两个都是从德国发的 我用的德国的地址 这个我用的是英国的地址 这个我是用的香港的地址 香港转运到国内就属这个便宜了 稍等我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这是价格 这个平台每次收件都会 扣你10美元 但是它不用你先充值 你在转运的时候才充值 每次都是要扣10美元 你看我Canbase回国花了22刀 是从德国回来的 但是大家不用着急 虽然这个费用比较高 但是你通过我的注册链接 第一次使用之后 它会立马反你25美刀的一个券 这个券只能用来消费 不能提现 这是我YS回国 一共花了16刀 它这个邮件只收了5美元 它为什么中间还有这一些呢 因为我选了顺丰 但是它发邮件通知我 说顺丰不能邮寄卡片 后来我又选择了香港邮政 发回来的速度也挺快 这个是花了22 也是23刀 也是德国的bybit卡片 德国发来的 基本上都是22、3刀吧 差不多都 最贵的呢 就是这个英国发来的 Trading 212 一共花了37刀 它为什么这么贵呢 我其实也选的便宜的 上面有个 杰克邮政是最便宜的 但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说 不能发卡片 还是咋的 发卡片失败 后来我又选择英国皇家邮政 花了37刀 可能比较幸运吧 我这四张卡片都没有没有被开封 因为有了全友分享 他们使用的某平台的转运卡被盗刷了 我也不知道它那是怎么盗刷的 因为一般都需要激活之后才能刷吗 谁知道的 反正我用这个平台目前邮寄的四张卡 都没有问题 这个平台还比较有意思 由于你在收文件 想要发现的时候 才会收取费用 这就导致一些人可能买上这个东西 他不想付这个运费了 所以平台就把他们的东西拿出来卖 你看有的是免费的 免费的你只需要出一个运费就行 有需要掏钱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自己的需要 可以在这去选一下 咱们就讲如何注册 并获得国外的转运地址 注册 刚才上面也说了 通过我的注册链接注册的话 你消费完一次之后 会给你25美元的折扣券 用于后续的这个消费 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划算的 我用了别人的券 反而我25美元 注册也特别简单 我就主要讲一下地址那里 地址你可以用拼音或者是英文 我个人用的是拼音 如果你以前收到过 当然你也可以用英文 这个大家自己选择吧 怎么注册呢 很简单 就是你点一下打开我的链接之后 你点这个红色的按钮 之后它这里有套餐的介绍 咱们就选free 看一下简单的看一下套餐 看它这每次邮寄都是收5美元 还有什么固定 合并5美元 这就10美元了 反正咱们就用选它免费的 如果你有更多的需求 你看一下它这 你暂停一下 你看一下它后面的介绍 这里让你填你的邮箱地址 立马确认一下密码 这里要填名字 用英语写 当然这个国外的名字 咱们注意一下 张三的话 你这里要写三张 地址的话 我建议用拼音 因为我自己用的是拼音 想办法看 能不能把这里的电话 加入到这个地址里边 因为我收了四个快递吗 这个转运的快递 其中有两个是没有电话的 只有这个地址 有两个是有电话的 所以 我建议你能把它写到地址来 能写就尽量写完 如果不能写 那也没办法 这里可以选择国家 有很多国家可以选 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 这里看它不是让你写电话吗 但是这个电话 像我上面刚才说的 它有时候不显示在单号上面 它都没法联系你 就像Coinbase那个卡片 它都没有写电话 都没有联系我 很奇怪 我Coinbase跟Bybit这两个卡 我都是用的捷克邮政 但是Bybit给我打电话了 Coinbase上面就没有我的电话 也没给我打 直接放到门位那里了 这个大家根据自己情况填写吧 你注册之后呢 怎么查看自己的转运地址呢 其实很简单 你点一下这个看 点一下这个之后 这里会显示英国德国 捷克香港深圳 这些地址 这里有一个注意事项 一定要注意一下 大家好好看一下 如果你不会填写的话 你进我的电报群 我们群友们可以帮你指导你一下 比如说要发英国的吧 你一定要看一下 限制的物品清单 你别发过去 它去搜了 德国当然也要看 但是它德国对这个地址有个要求 你必须要含有这个的字样 当然还有限制品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个千万别填错了啊 填错了你花了大价钱 可能就白搞了 这就麻烦了是不是 如含寄件呢 如果你收到快递之后 首先你会收到邮件 你收到邮件之后 你就登录你的账号 这里显示你收到一个什么快递 你点进去它可以看到 就这样可以看到它的照片 你在这里简单的描述一下 你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 价值是多少 选一个快递 选择好快递之后就可以了 可以寄件了 如果说什么物品 就像我吧 我填写的是一个银行卡片 我就写了一个银行卡片 用英语填写的 如果你不知道填写什么 你进群里边 我们帮你啊 如何查询订单历史呢 点击这个包裹和货运 你点这里 柜档这里 历史的 所有的包裹都会在这 你看我杰克邮政 皇家邮政 捷克邮政 香港邮政 都在这显示 有照片有快递单号 这些快递单号在运输过程中 你可以直接点击跳转过去 就可以看到它到哪里了 账户充值 怎么充值呢 很简单充值的方式 还有最低 金额要求最低 你不能超低于10美元 看一下它这都收手续费 大家根据个人的情况 能用什么就可以 当然也可以用比特币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吧 反正是都能让你使用 再这多说一句啊 如果你没有开通 新加坡华侨银行 你现在开户 它会送你一个实体卡 你通过我的这个邀请码 开户送你80的名币 或者是这个MyFIN 现在我录视频的时间 48月份 你开户的话 它就送你40元 你通过我的邀请码 开户的啊 这个我帮你免费入金 帮你免费套奖励 这40元大家进群里面可以了解一下 或者是点这个视频教程 过去了解一下 在稍后的视频中 我会出几期开箱这几个卡片的视频 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如果您感觉有用 请订阅我 您的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